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唉 人生不如意十字八九啊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前天我终于收到在这次10月预告视频中强烈推荐的美妙世界最终婚姻的中文版 不过好像这次最早在10号左右就有朋友收到偷跑版了 不管怎么说啊如果当年玩过NDS运作或者手机版的话 其实看到中文分面还是有点小兴奋的 按惯例分底又是一句话剧透 欢迎来到色谷你有七天时间存活 并写明了这次强化版的特色 新增全新章节A New Day 探索这款现代RPG的最终版本 以及可用触控和Joycon进行操作 并同时支援分享Joycon的合作游戏 包装盒底是经典人物海报 2007年发布于NDS平台的原作 可以说是非常充分的发挥了NDS上下评及触控的特色 当时在史科威尔埃尼克斯即将完成王国之心记忆之恋的野村哲野团队 想结合日本年轻人最喜爱的色谷流行文化 充满创意的现代风ARPG要素 在NDS上打造一款全新的作品 结果本作一发布就大受好评 先不说这绝对是真正意义上利用了NDS上下评和触控玩法的游戏 当年可是按压式的电主品 毁评神作真的不是乱叫的 原版美妙世界就凭借着充满潮流感的画风 贯穿始终超战的电子乐 以及丰富的收藏料数和非常日系的剧情 在国内也有着一大票粉丝 游戏描述男主角英廷英超 先是一段中二的内心独白后 突然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失忆 正身处人流涌动的色谷十字路口 而且手中突然剁了一枚骷髅标志的徽章 通过徽章男主发现自己居然有了能够听见他人内心想法的能力 随后男主遭到了奇异生物的袭击 在逃亡过程中结识了女主四季 并了解到他们被卷入了一场由名为死神的神明组织所举办的死亡游戏中 所有参赛者需在七天中完成每一天死神安排的任务 而如果失败就会消失 所以不出意料的男主在冒险过程中通过遇到更多的伙伴一起协力奋斗 并逐渐打开自己封闭的内心最终探明事情的真相 原作的一大卖点就是色彩艳丽风格鲜明的街头流行划分 以及个性突出的众多人物 毕竟制作人野村哲也就是游戏插画和人设出道 本作人设融合了野村哲也一贯擅长的日系美形 以及为了配合游戏主题街头潮流风的涂鸦粗犷线条 让人十分的印象深刻 而另一大卖点就是游戏中的音乐 因为本作一开始就以音乐动作RPG为卖点 由著名游戏音乐作曲家诗员障情负责的BGM十分精彩 不但对应游戏主题 切合剧情演出以及战斗的各个部分十分烘托气氛 而且以R&B Hip Hop歌曲为主 且基本没有纯音乐 节奏感十足非常符合年轻玩家的口味 本作包含原版新版以及混音版在内 共大约92首音乐 并可在游戏中随时切换 游戏系统方面 原作为了充分发挥NDS上下屏和触控笔的特性 特意设计了同时操作上下屏人物的战斗系统 Switch版和13年移植的手机版Solo Remix一样 都对操作进行了优化 玩家只需操作主角移动 并合理安排使用各种不同能力的徽章进行战斗 当主角与同伴进行配合攻击 就可以增加同步率 同步率超过100% 就可以发动各种合体必杀技 并且必杀技采用的卡片系统也十分有趣 以小游戏的形式按照同伴不同分为三种类型 且按玩家完成小游戏的程度不同 也会有威力的等级之分 男主的徽章不但分别具有不同效果 而且战斗操作按徽章的不同 也分为好几种类型 连接感相当过瘾 本作还加入了新的徽章 也是游戏中的一大收集要素 再加上噪音情报 各种道具 秘密报告 二周目要素 以及新的章节内容等等 对于收集控来说 本作绝对能干过瘾 另外游戏的剧情也十分优秀 毕竟能够上榜IG 史上10大最佳剧情节RPG 和史上100大最佳RPG 从封闭到最后自我认知的探寻 真的非常令人动容 而且游戏中设置了大量迷点 到现在还让玩家非常在意 总之这部游戏是一款非常标准 又充满创意的日式另类风格ARPG精品游戏 剧情和人物突出 制作水准精良 系统丰富并且画风和音乐都十分讨喜 但是这次Switch加强版的美妙世界 还是有两个非常令人不满的地方 第一点是国内玩家特有的情况 这次非常出乎意料的 在SE宣布Switch加强版时 除了增加新药术外 居然还支持剪繁体中文 But 在宣布日版不支持中文时 我就隐约感觉有点不妙了 最后满怀期望的国内玩家 好不容易等到的结果是音配版 最要命的是 本来就算没中文的游戏 大家还能期盼日后出个补丁 但没日语配音嘛 这个基本就不用指望了 虽然平心而乱 我个人感觉音配的质量其实也还好 而且本作的对白并不算多 但是游戏流程中 还是时不时充满浓浓的违和感 这点实在实在太可惜了 而第二点就比较麻烦了 这次的美妙世界最终婚姻 虽然针对SWitch的操作特性进行了改变 支持Joycon体感和触控两种方式 但这两个方式 至少我个人觉得都有瑕疵 先说体感 首先这次体感操作模式 其实比我预想的还要好些 Joycon用体感控制光标 用不同按键来操作移动和超能 这样就可以在攻击时移动 这战斗时会非常方便 而且体感提供了双人合作 这样也增加了共多的乐趣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或是我自己的操作习惯问题 虽然在游戏开始就按照提示 对Joycon校准以保持准确性 但游戏中我的光标 还是会经常飘移和停留在画面右边 需要按Y键进行复位 而且我试了几种体感灵敏度 在对着电视需要点击图标或选项时 都还是得要稍微瞄准一下 总让人有种打断节奏的感觉 另外男主在障碍物边上时会不能移动 不过适应了之后 体感操作模式其实还算可以 除了需要时不时附握一下光标 但是喷射二玩多了倒也不是太在意这点 而触控模式就得好好说下了 首先因为Switch屏幕太长 用手触控又不方便又容易遮挡屏幕 但是反过来用电容触控笔却十分的方便 而且和老板信用笔按压电阻屏的原理不同 滑电容屏基本上不存在毁屏的风险 限定版就附送了触控笔 说明官方也是推荐这种方式 但是在触控模式下 相比体感主角又不能用按键操作移动 还是有点遗憾 所以其实相比较音配的问题 操作上官方没有进行更好的改进与优化 才是最令我失望的地方 不过抛开这些瑕疵 无论剧情风格音乐还是系统 当年神作的数字还是绝对不低的 我的个人建议是 如果你玩过原作或者手机版 对音配和操作体验比较敏感 那可以等待下美妙世界正统续作 毕竟留下的坑肯定要填 而且届时操作肯定会有优化 而如果你从未玩过本作 建议可以尝试一下 感受这款当年创意日系ARBG神作的魅力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